春江潮水 连海平 海上明月 共潮生 奄奄随波 千万里 何处春江 五月明 张若虚是出唐人 他籍贯扬州 非常地有才气 他和贺之张 张旭 包容 这三个人并称无中四世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江南四大才子 张若虚一生可能写了很多诗 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两首 《春江花月夜》 就是这其中的一首 这首诗好到什么程度呢 文一多他评价这首诗说 它是诗中的诗 顶峰的顶峰 后人评价张若虚说 张若虚以孤篇横绝全堂 你会有压力吗 看这一首 有压力 为啥 因为这首诗 首先他诗词中的王者 大家太熟悉了 对 而且他的这首诗词里面 想象力特别丰富 而且他几乎就是没有给音乐的作曲者 以一个反复的这个桥段 你不可以反复 因为人家情绪是想象力 一直在流淌 所以我是有压力 但是呢 好在 因为我是喜欢古诗词 所以对这首词 之前就去领略里面的这种 哲学更深刻的这个意义 所以在我作曲的时候 灵感就突然之间降临在这首诗词 期待着听你的作品 谢谢 有请经典团唱人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弦歌不错 鲜火相传 造民族音乐 唱经典诗词 我是经典传唱人萨鼎鼎 我把春江花月夜唱给你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上明月公 百年萨鼎 海上明月共吵枕 海上明月共吵枕 眼眼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五月明 强流万转绕方便 月照花临界似山 空里流霜不绝飞 青山白沙看不见 青山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线尘 江湖空中古月轮 江畔沙人逐渐远 江月何年出仇人 人生代代无求意 江月年年往相思 不惧江月代何人 淡尖长江松流水 爱与一片去悠悠 清风无伤不声嘲 世家今夜变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流 何远路上月徘徊 银角离人装金台 鱼狐连终卷不去 倒一枕香风昏泪 此时相望不相吻 远处月花柳朝君 红年长飞光不渡 鱼龙千月谁强吻 此夜心探望梦花 可怜春斑不换家 江水流春取迹 江湯落月赴世夏 江湯落月末 江湯落月赴世夏 江湯落月沙 鲜月鲜鲜藏海路 几世绍绍无限路 不知成了金融归 无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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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经典传唱人 萨迪丁 刘老师听的 如痴如醉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听的之后 都会有那种 那种如在梦境的感觉 本来以为春江花月夜 它是实实在在有 那么多诗词去具体描述它 但是当萨迪丁演唱完之后 再加上这个景 忽然发现说 此景只因天上有 它有了很多玄幻的感觉 对 很空灵 很梦幻 春江花月夜 它实际上是写了春夜的五种景 对 春 这是春天季节 江是有江水 花是可能春花 对吧 有月亮 然后是晚上 春江花月夜 这实际上是一个诗题 这个诗题的最早的创造 是南朝的时候的陈后主 那么这个陈后主呢 治国不咋地 但是呢精通音律 好上诗词 在他的春江花月夜的笔下呢 这个有宫中的女子 比方说也有妖夜的歌舞 而不是我们这种空灵的东西 那么后来到了隋阳帝 写春江花月夜 有变化 它毕竟是一个帝王 气象还是比较大 但是很短 就那么几句就结束了 那么到了张若虚这个地方啊 它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 它篇幅拉得很长了 第二 最大的气质性的变化是 用文艺多的话来说 一切的腐朽的 堕落的 全都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呢 是一股心生的力量 所以这是张若虚对于唐诗的一个 特别重大的贡献 他展示了初唐的诗人 那种的人生之诗 鼎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诗 来完成你的创作 因为它是那么的 那么的有想象力 能够通过一个月亮 把它变成所有人的月亮 那么也非常的感谢灵感 就那么突然的降临了 然后我就把这首诗词谱成了曲 可以这么说吧 一气合成 《萨丁丁》很不容易 因为这首诗词它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它不是说一种单一的一种旋律 就可以帮你直接把它哼出来 这需要本身演唱者和创作者 有非常非常深厚的音乐底蕴 它有很多的音乐素材 能够去承载那么多内容进去 你说的对 因为《萨丁丁》这段时间花了好多功夫 去很多地方进行音乐的采风 它是音乐人的一种常态 一种音乐人本该有的生活 我觉得一直都很感慨的是 我生在中国 因为咱们中国的地域特别宽阔博大 所以在这样的土壤里 你能领略到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系统 最近去了什么地方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最近其实去很多的时候是去云南方向 那么一直大家都知道 红河哈尼梯田的这个哈尼谷歌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么当我到了那里之后 我没有想到咱们国家在哈尼梯田上 在每一个这样的田间地头 设置飞移的站点 让我们的这些老的传承人 在农耕结束之后 给他一个平台一个地点 让他们去一代交一代 让年轻人去跟这些老的传承人去学习 所以在这过程中我觉得很感动 那些老的传承人 他们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们可以把一段谷歌 记录得那么详细 然后就由他的记录 再进入叠片的制作 再进入土子的记录 再进入这个故事 现在那些老的传承人 他们的不容易 是给我们造福的 因为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再想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有据可查的 而且他们在哈尼梯田上 他们在耕种 那个梯田是一层一层 大家见过 他们在耕种的时候 他们的动作也是随着他们的劳动 有节奏性的去劳作的 插秧的 你那是缩标啊 你这个动作 我想起 你这个动作让我想起来 一个咱们飞移的一个内容 就叫 跳菜 你知道跳菜吧 什么 跳着上菜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对 首先呢我想说的是 咱们得把道具拿上来 什么道具 一个盘子 因为这个呢 是有这个 动作是有含金量的 你们是有多不信任我 拿个瓷盘子 我能给你摔了吗 跳菜的时候真的是木盘子 因为什么呢 它这个木头的木制品里面 摆的是所有的盘子 它要一次上完这一桌 这一次差不多的菜 所以 那得堆得老高了 非常大 然后它们是有技巧的 但是还要跳着舞 所以首先呢 第一个动作 一 二 就是你刚才这个动作 二 对 但是你的动作 给你吃 不给你吃 是这样子吗 这就有难度了 这个就有难度了 这个就有难度了 跟着这个菜整体的这个重量 它荡漾起来 先出这个腿 先出这个 这边 先出这个 对 然后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 好 一 二 转身 转身 扭过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转圈 一 二 三 四 好 菜拳飞出去了 对 大概就是这样 你可以快一点吗 好 我感受一下 好 拍着你的音乐 对 跟着我的节奏 谢谢 哪里没有酒 哪里醉 哪里没有泡 哪里水 哪里没有泡 啊 素在你瞧着 喜素在你咬着 嘖喇嘛 嘖喇嘛 喷过去 愣着愣着 放过来 啊 素在你瞧着 喜素在能咬着 哼喇 哼喇 哼喵 哼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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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喻 哼喻 哼哼 因为云南它这少是民族多 对 所以它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音乐风格 对 但是你不管走到哪 每一个民族都以它自己的 这种音乐和流传 作为它的一种骄傲 没错 每一个民族都觉得 自己的这个内容 是非常的宝贵 而且他们在今天 当时当下 也有非常多的老艺人 在传承着 这些传承人的艰辛 在我的音乐采缝之旅上 都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非常的陶醉 而且也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但是呢 坚守和像我们一样 学习之后 把它带到今天的这个时代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他们 还是我们 都会遇到很多很多压力 或者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就我来说吧 在我零几年 在创作万无声 那张专辑的过程中 就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包括最亲近的人 我的父亲 对我的一些做法 也不是非常的理解 就是我爸爸觉得 你在关注的内容 在04年05年 他觉得你关注的内容 特别的冷门 特别的小众 特别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是我呢 就觉得我的父亲 关注的东西 也不是我所喜欢的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二位就产生了很多分歧 有一天 突然呢 我爸爸给了我一封信 因为长时间的 这个互相没有言语 导致这个感情 不是非常的好 他给了我一封信之后 我感动了 因为他给的那封信里面 记载了很多中国的古文 那么他都是手抄下来的 哎呀 那个密密麻麻的字 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都看眼晕的那种 老人家也把它 一点一点一点 记录下来 他是希望 我可以更多地学习 那么在我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 并没有不爱我 也没有反对我 只是他也要慢慢地 接受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他才能产生共鸣 和你站在一起 所以我和我的父亲 也随着万无声这首歌 感情破冰了 所以鼎鼎这样的旅程 还会继续下去吗 会继续 因为在这种生活方式中 每每都会有成长 每每都会有感动 那么我们今天的流 一定需要前人的缘 所有的时代 无论怎样变迁 人们的情感基础 都会是永远不动的 包括思乡 包括爱情 亲情 友情的阐述 都是淳朴和永古不变的 谢谢 谢谢萨鼎鼎 今天来到现场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 经典永流传的作品 当然也要感谢萨鼎鼎 把它在彩风路上 或者说在他音乐之路的 旅行过程中 所采集到的最美的东西 在这里跟我们分享 那么也期待着未来 能够听到更多 你的音乐和经典 好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为经典传唱人 如果您喜欢这首春江花月夜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一起读诗成曲 传唱经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